为了确保国人和旅客年底能在本地安全庆祝佳节 警察部队为旅游景点的保安人员和员工提供培训 教他们如何通过侦测各种蛛丝马迹辨认可疑人物 在人潮太多时则建议也使用电眼分析 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 圣诞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当许多国人和游客沉浸在滨海湾花园等景点的浓郁节日气氛中时 这些经过训练的保安人员也定期巡逻 寻找任何可能破坏节日欢乐的可疑人物或物品 我国另一个景点 圣逃杀在大约七年前率先使用了 真变潜在危险人物综合系统 警方已和三十多个组织合作推行 真变潜在危险人物综合系统 并经常进行检讨 确保系统与时并进 优优优独合系统